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网绩网络巨拨相继退出中国市场 2010年Google退出之后 现在雅虎也宣布 关闭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 预计裁员350人 刚刚半入20周岁的雅虎宣布关闭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 裁员350名在搜索广告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的员工 雅虎发表声明表示 将整合其业务与包括雅虎总部在内的其他团队合并 雅虎在中国的业务一直在萎缩 早在2013年9月1号起 雅虎不再提供资讯及社区服务 雅虎服务自此退出中国市场 2010年3月 Google因为拒绝网络内容审查和过滤 而宣告退出中国 而五年后的今天 雅虎也步上了谷歌的后尘 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据点 完全退出中国 雅虎行政总裁曼爷 为配合全球业务整合及缩减人手计划 积极推行成本节约计划 这次雅虎北延的裁员 也被视作是其全球裁员计划中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 去年9月 美国跨国电脑软体公司奥多比宣布退出中国 还有美国跨国社交网络服务网站领英 和再早一点的谷歌也相继退出中国 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对科技外企来说 想要征服却又水土不服 不过Fore 3D执行副总裁Hence Ben表示 雅虎在亚洲地区仍有发展机会 雅虎在香港拥有30%的市占率 同时在香港和台湾都能发展新的产品 如果雅虎想在亚洲地区投资其他市场 到香港和台湾都是非常不错的选项 新唐人两海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